TVB艺人张希文2月10日在香港将军澳出席新年活动并含有的开枪唱歌 张希文透露这个春节父母都有特别从美国回到香港庆祝 父亲更是自18年前移民美国后第一次回香港过年 期间自己有带家人去吃火锅以及煲仔饭等 那春节通常都会吃很多油腻的食物 不知道张希文怕不怕胖呢 人世光匆匆的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起航能够得到自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开心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愿 但是吃东西是很开心的事嘛 所以我之前就是拍飞虎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注意我吃什么 但是现在我拍完了 所以可以就是很很放松那么去吃就是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 然后跟家人一起就是就是都没有什么好做的就是在吃东西啊 所以没有啊就是很放松的去吃 另外早前张希文的好友蔡四辈过生日 话说送了好姐妹什么礼物呀 对啊是四辈的生日 然后他生日的哪一天是年初二 所以我们也想跟家一起过 但是也想庆祝他的生日 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两家人就是combine在一起 然后就一起庆祝新年 然后啊庆祝他的生日 跟他切生日蛋糕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